对于赖清德来说 选举 获胜 是他最大的目的 台独这些人 一路走来都是在骗 其实台湾独立 不是要不要 想不想 怨不怨的问题 是能不能 值得不值得 合法不合法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台独分子 实际上在利用台独 在蒙骗一些人 但是他 他单单只靠 台独的选票 他根本不可能当选 赖清德已经不太在乎 独派这些选票 因为独派这些选票没地方去 他只有投给他 对他来说现在最主要的是 要获取中间选民的选票 那么我刚刚讲 这些台湾的政治人物 基本上是拿台独 来当骗选票的工具 他们知道绝对不可能的嘛 根本是一厢情愿的这个幻想 中国大陆也绝对不可能 在这个问题上松手